一包黑色的一包棕色的 一包黑色的一包棕色的 取出來它就是兩劑 你看 有沒有 兩邊一起出來了 就一劑跟二劑都出來了 一般的染髮乳你必須一劑加二劑 你還要有一定的量 這個都幫我們配好好的 聞到人生的味道 有啦 人生的味道 然後再換那個棕色的 對 是我們台灣生產的 對 是人生的味道 所以其實我們在染髮的時候 這個是琥珀中 一樣 擠出來它就會有兩劑 一般的染劑一擠出來 就會有那個阿摩尼亞的味道 多美這個沒有 因為它有加上人生 染髮的同時也在護髮 因為裡面有加了人生 還有護髮 還有護髮 對 棒 然後把手套帶上去 然後把手套帶上去 用刷子來拌一拌 用刷子來拌一拌 是它裡面敷的嗎 沒有 沒有 這個刷子是另外 要不要先幫它 噴濕 對 我先把它攪拌一下 就是要幫它塗這個髮際線的邊緣 它就不會染色 避免它萬一等下染的時候 沾到它的頭皮 但其實我們這個技術 染髮際的技術是以色洗色 好 如果我們今天有沾到額頭 沾到皮膚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等了20分鐘之後要沖 沖的時候你拿這個泡泡來抹 你剛剛沾到的黑黑的部分 它就洗掉了 對 它是以色洗色 這個是那個老師有特別說 好 那我們如果真的要 要把它做一下保護的話也可以 可以用愛多美的潤絲乳 對 噴水 我們的頭部先把它噴水 讓這個頭髮有一點點濕潤 也不要讓它滴水的這麼濕 因為我們的染劑 它是附著在濕的頭髮上 會特別的容易著色 你看我現在染下去 它有開始在蓋了有沒有 它著色很快 不需要一層一層 要 我等一下會把它翻開 我先染你這個部位比較白的 如果我們家裡沒有刷子 就直接戴上手套 抓著這個染髮乳 就直接染 抓一抓就像洗頭一樣 你看我們是不是接觸到 這個絲的頭髮會開始起泡泡 對 這個起泡泡就是讓它開始起作用了 這個染髮乳會開始在它的髮絲裡面 開始滲透 如果我們有這個蔬汁就把它剝開來 就一層一層的慢慢染 差不多 下一個 應該是最後等它全部洗完頭髮 還會再拍一次 應該是它 不會稍微過一下 沒有沒有就是過了 過了那個是那個 然後還過一個禮拜以後 漂亮 ULLULLULLAL 謝謝 謝謝 的 謝謝 感谢观看